我们再看第五行为 五定性 五行为是小乘的三国 三国又有一种重要的神通出现了 神族通 三国是阿纳汉 四国是阿罗汉 三国圣人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第四场 五不还天 在那里修行 利根的三国圣人 我们也称三国罗汉了 他就从五不还天就出寥寥到了 提升到四圣法界的神文法界 他到那里修行去了 如果根性顿一点点 他还要通过四空天 时间就长一点 一层一层的向上提升 才能处得了六道轮回 他得到的是神族通 也叫如意通 分行变化 他有这个能力了 定行 定就发神通了 六通 这秦武通 无性位的菩萨具足了 念律解枉 心里头没有念头了 没有顾虑了 这都扫干净了 极勇无心 这个无心就是无妄念了 心地真正到清净了 这慧性明确 战然不动 我们常讲 这个境界是长生智慧 他不生烦恼 小尘三国 精云 周边斩棘 吉妙长临 明月定行 这冷眼镜上的话 三国圣人 虽然住在 无不欢天 他与 下面这些 色戒跟 欲戒 它是 第四禅 四禅以下 三禅 都是它下面 众生有感 它都会有印 这都是与菩萨有缘的 无心位的菩萨 与他有缘的 他会来教我 特别是六道凡夫 这种境界 阿罗汉常常到这个地方 来教我 我们 不认识他了 他也不肯曝露身份 我们认他是 以为他是凡夫 其实他真的是圣人